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最后赛后总结的时候呢 也是有跟张继科说到 我们是要邀请张继科在获胜之后呢 过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就是关于他个人呢 比如说喜好啊 或者是商啊 你们也都是非常的专业 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可以当李宗的老师了 在这里 他的这个技术 那李宗盛 您看就如果按照上午的这个状态 他还是怕比较有点个性的打法 比如说尤其是发球好 你罗后多了 有时候会吹 虽然实力比较足 但是他太平淡了 太均红了 他既然昨天能够立场也是不容小觑 他这个跟他的抽签有关系 因为他虽然他打得不错 最弱一点 当然他这个里头赢了许新也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就说的 你比如今天上午他对到王立景以后 就是他这种连胜的势头 对他的自信心 好水平不行 那你再战的话就很难 他实现真正的调动 巴黎第二阶段的比赛 场上对阵的是张继柯和崔庆磊 那么刚才张继柯是以1比0 暂时获得胜目领先 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上午说了 还是相对的来说 还是容易 因为正手 空球 虽然大家都觉得我能抽两下 我能打两下 还是容易 因为正手 空球 虽然大家都觉得我能抽两下 我能打两下 我掌握好了 那是非常难 我起来难度反手 他有一定范围限制 所以相对的动作 第二局上来张继柯已经5比0领先了 那您能说说他这发球的特点吗 他发球还是旋转飞旋 他是不太善于侧身 他在两边进攻 用侧拳完了站中间的话 反手进攻挺强的 你老用侧身在正手发球 从时空上 所以说学发球 很多朋友想学哪个哪个运动员的发球 还是要跟自己的打法结合一下 山东人就说的 好爽 他还是很好爽 而且他 即刻因为 奥运会活动太多 他训练不细数 他小兄弟 他把这些责任他人都担过来 因为星球是挂作一种战斗力 没错 这个是黑 自己没有办法 崔庆磊 今天穿的是张超的衣服 我好像 嗯 反正效果不佳 这种工作这种默契要在下面去做 张俊科还是不错 这局领先被追回来 但是好了以后被人再压着一把以后 他就再也起不来了 张俊科能二次爆发 这点是启动的快 能够抢占一种优势 在终局的话一定要有 看张俊科也是作为老师们的一个 兴奋点弱的时候 他的失误的规律我们都研究了 就是把这会儿这会儿威胁万年飞了 嗯 这是他的一个摸到片栏球以后 这会儿他的灵感就来了 嗯 虚弯变化 改变 我来看一下厂商的局势 现在好像是不是逐渐地在做一些技术分析 而很少再带球员 下边的年轻的 他和许新什么一会儿帮着 他们真正服务起到一点作用也是非常新的 我们的这次往 兴奋点在低潮的时候 他自己也抓住机会 打到了这一下 否则自己就马上就会败了 所以这叫的话 你还有一些饼分的优势 能不能 板形和发力方向 我说这也得根据球 手一定要伸足 在一个板面一定要打开 你太压了以后 这个球就能一下 它相反说是压弧线 是加质量 你就可以重第二部分 如果旋转强的话 你就可以重第二部分 如果旋转强的话 这个是要通过判断以后 应求之一 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情况 来做练练 我11比7 张继克最后一个 十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